8000买个车 想在小菜单上跑赢保时捷911 有可能吗 有可能 你还需要再花15万 我今天就给你聊聊我这个总价15万8的206小赛车 一个车想圈速快 首先车得杀得住 然后才是操控好不好 动力大不大 车内轻不轻 我们先看第一个事 刹车 这车用的是AP5200的刹车 几十圈赛道下来 过热都不明显 依然杀得住 什么你改不好 刹车也得必须用好的 轮胎用的是半热熔的轮胎 它跑热了之后 那timers都会融化 提供最大的抓地力 这玩意儿跑几次就没有了 换一次4个轮5000块钱 跟你那个家用车几万公里财款 完全不是一个玩法跟成本 改用了赛车的悬架 并且塔顶的角度是可调的 情点越大 赛道的操控越好 你看这大内凹的赛车轮圈 一个是为了宽级性能 再有一个为了好看 颜值也是战斗力 这圈速能减5秒吧 同时发动机除了钢铁这外 剩下所有件都换了 从之前110马力 已经涨到了200马力 为了匹配这个马力数 也更换了更强大的变速箱 同时周边你看 加大的进气 直通的排气 包括加大的水箱 有任何一个地方短板 这车都跑不快 还有个很细节的改装 之前为了避免发动机的震动 传到车身上 所以它的跟车身连接地方 就是个软橡胶 如今我们都给改成硬连接了 确实车内抖的一批 但是确实能降低圈锁 车内包括空调 后座各种试板 地毯全都已经拆除了 省了100多公斤的重量 同时电瓶挪到了右后 为了重量更均衡 但是我这车还少一个防管价 过几天就抓住了 至于说四点安全带 赛车座椅 以及赛车放盘 就跟我说了 肯定得有 经过这么一段操作之后 这个小车百公里加速5秒 在很多的中小赛道里面 成绩能不能普通版911 相提并论 比如说北京瑞斯这个小赛道 它能跑到56秒多 北京京京港那个中等程度赛道 它的成绩能做到1分15 真的是非常非常快 三个我要跑赛道 要是买911还是买它 废话 你能买791要排得到 谁买它呢 熟能它 卡卡巨难开 哎呀 有点意思